這道料理全程 全程都是用小火 叮叮叮 扣起來啦 所以你要用筷子稍微去給它壓一下 料汁的話它就很平整 對對對 我們有試了 飛盤 玩飛盤 真的耶 開玩笑的 不可以浪費食材 WOW 生機版的 喔 步驟就是跟我們那個 馬克力特的那個披薩斯都是一樣的 對 先抹上它對不對 番茄醬 薄薄的一層就好 對 所以看這支影片可以一次學到兩個料理喔 對 第二個 我們來看安爺如何把一道料理變成兩道料理 學年有在賣 那個黃金末醬是素的 素的可以吃 對 全心有 是開頭的那個嗎 那不是 不是另外一種 它是那種就像那種桂冠沙拉醬條狀的 對 你可以買哪一款 自己要吃的話其實可以多變化 你要用什麼青醬啊 用咖哩粉也可以啊 口味可以變的喔 而且 讓你意想不到的 我們來試過什麼你知道嗎 裡面的餡料 不是用蔬菜 炒飯 炒飯放在裡面 或者是炒麵 再把它夾起來 又是另外一種吃法 吃披薩就像包水餃一樣 你要加什麼口味都可以啊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泡菜也可以 對 泡菜也可以 可以 就是一個很怕吃飽的節奏 你放去泡菜之後 上面再加一點那個 海排巧思 然後再加起司上去 放上去烤 變成韓式 一年變韓式 簡單的步驟就是把它蓋上去 然後呢 把它放入平底鍋 再烤 一樣 五分鐘 好 三分鐘過了 那我們就準備起鍋囉 耶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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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出了 已經卡好了 那我們就切試冷份 好 真的是肚子的 超熱的喔 這個很脆 我覺得它這個比剛剛還要脆很多 對 而且熱熱的吃味很 很爽喔 會燙到的 會很爽 吃燙口的 但是大家不要 不要燙到 哇 兩道料理 披薩料理就完成了 耶 吃吃時間 瑪格麗特餡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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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讚喔 讚喔 剛烤起來 它那個牛翻起來熱熱的 嗯 這個吃起來 很多汁很刷廚 鮮餅的做法 其實真的很簡單 大家可以把它學起來 因為 它製作的過程 第一 除了簡單之外 第二 它很有多元化 裡面的食材 其實可以做轉變 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對可以發揮創意 這個的話 它會比較像是在 熱壓肚子 嗯 那我們就是 高級版的 非常高級版的 熱壓肚子 因為我們都是很新鮮的 新鮮的食材 而且 戲劇也很簡單 平底部就可以做出來囉 真的是快速平底部的料理 真的 非常謝謝安爺 不會不會 安爺比較喜歡這種 餡餅的感覺 還是比較喜歡披薩 我會比較喜歡披薩 對 比較喜歡披薩 尤其它現烤起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是 樂乎乎的 然後那個餅皮的比例 也不會太重 對 然後因為餡餅它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夾其它東西 像我剛剛講的炒飯 你可以把它夾起來 它可以做更多的變化 對 那如果說是單一口味的話 我會選擇 披薩果味 非常開心可以邀請到 安爺 因為安爺的粉絲數 還蠻高的 他願意拿 沒有沒有沒有 客氣了 非常的感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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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